哈囉大家好 這邊是超強系列 哈囉大家好我是高老師 我的頻道是在教唱歌的囉 哇 今天呢我們邀請到高老師來做我們的頻道 來做什麼呢 五觀眾之內學會如何彈鋼琴 耶 好像很好玩耶 順便宣傳一下 那個在高老師的頻道呢 有一個新的一系列的節目 叫做聲音改造企劃 嗯 那 這個還是由你自己來介紹好了 我的頻道近期就是有跟很多YouTuber合作 然後我就是有幫你改造他們的聲音 看到他們改造之前的聲音跟改造之後的聲音差別 那超強系列他也被我改造了 然後大家可以聽一下他原本的聲音跟後來的聲音的差別 before after 耶 我今天已經受到這個聲音的訓練之外呢 我今天還有耳外再學一個彈鋼琴 彈鋼琴 耶 我要說我真的是零基礎 那麼適不適 再開始 給他學 彈 嘿 馬上帽子變出來了 嘿 戴這個帽子就知道要唱什麼歌了嗎 沒錯 好了 大家還是不知道 大家可以猜猜看今天要彈什麼歌 我先來講一點點月底才知道你自己來做什麼 OK 鋼琴啊 它有一個功能叫做移調 移調 它有點像是吉他或是烏克力上面也彈不佳 哦 了解了 升Key降Key 對對對 現在我如果彈這樣子 升一個Key 哦 有有有有有 所以我都彈一樣 但是我只是用它上面的功能 對 就是很像Key Vee那邊點歌 然後大家認真唱的 就在那邊 我了解了 就是如果說你手速夠快的話 基本上你手這支手放在這邊 然後 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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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 然後就可以彈出一首歌 對不對 你只要學六個和弦 你知道這六個和弦長什麼樣子 然後其他的就是不同首歌 你不同的key就是調就好了 那這六個和弦它的表示方式 是用數字來表示 一和弦 二麥和弦 三麥和弦 四五六麥和弦 就這六個就好了 嗯 可以 好 一和弦就是一 然後接下來就是三五五 一三五 嗯 我們來看四和弦的話就是 再來看 四六 蛤 然後四四二 四六八 沒有如果沒有就是只有到七 哦只有到七喔 只有到七 你可以看一下四 六然後呢 一二 對然後那五和弦呢 五就是五 嗯 七 二 就是隔了一個 一個鍵 對對對就是隔了一個鍵這樣子 所謂大和弦就是它旁邊沒有寫任何東西 對 然後它的音就是它是major的 major 那旁邊有一個小m它是minor 對就是minor 那大和弦跟小和弦它就是初分的話 就是大和弦聽起來比較開心 OK 四和弦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對 好開心喔 然後小和弦它二三列 很難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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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解動作 右手就是這個 然後你看下一個和弦是不是四 對 然後一和弦呢 更 然後五和弦呢 對 對 所以你有發現就是你的手只要平易就好 有 所以就只要大拇指對到你要彈的那個 我要重新設立的三個 哈哈 既然剛好這首歌只有四個牛 我要背起來了 六四二五 那是一五 每一個和弦我們看四次 一二四 一二四 五 五 Oh my god 我會彈琴 我會彈琴了 對就這樣子 Oh my god 然後左手的話 好聽耶 真的好聽 左手的話我們先用一根手指頭就好了 比較簡單 看你哪一個比較習慣 看你哪一個比較習慣 對 應該十字 我們六四一五嘛 對不對 六四 一 就可以了 但我們手這樣子就很醜嘛 會發生我們用一指聲 你可以這樣做就是 就你還是用 都只用十指彈 可是只是整隻手過去耶 三 四 四 一 五 喔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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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哇 我們再多 練個兩遍 然後就讓你自彈自唱了 好 哈哈哈哈 練兩遍後 我的第一首鋼琴歌耶 我來放隊讓你來自唱 我來放隊 我來放隊 出手啦 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可是古老的城牆 擋不住憂傷 飄向北方 佳人是否無恙 肩上沉重的行囊 沉滿了惆悵 有五人收拖了 我家見了一堆全消 避避風頭 沉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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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沉 沉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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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是不是很簡單喔 真的很簡單 請幫我們點喜歡喔 還有去 剛老師的YouTube頻道 看我們另外一支合作影片 掰掰